好的,那我剛剛已經把這個K2,K3,K4,K5,K6,有沒有 從K1把它複製,並且改下去這個數字 這什麼意思呢? 同學,你真的這裡要仔細聽喔 很多人在這裡會有問題喔 為什麼要複製這些指令呢? 其實它是一個數學的這個邏輯 它是一個數學的這個條件式 來,那你看我寫 K1剛剛講過說,如果當K等於0的時候啊 那這個K1有沒有,它會顯示是0 那如果K大於等於1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K1會顯示是1 所以它就是0到1 那剩下呢,如果K不再0,也不大於等於1 那就是K-0 K1會顯示K-0 好比說,現在K呢,等於0.7 那K1也是0.7 可是K,現在改囉 K2的時候是什麼? 你看,K2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K小於等於1的時候是0 好,就現在K如果是0.6,那K2還是0 好,K0.7,那K2還是0 一直到K0.9,K2還是0 K,這個1,K等於1 K2還是0 好,K2還是0 那K等於1.2 這個時候在哪裡呢?你看喔 如果K等於1.2的時候,你看 小於等於1,所以1.2 所以不在這裡嘛,對不對 大於等於2,所以1.2也不在這裡 所以K如果等於1.2 好,那就是1.2-1,那就0.2 那這時候K2會是0.2 這樣子 好,如果K大於等於2的時候 那就是1 欸,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下這些數字呢 就會故意讓他們 不管K1,K2,K3,K4,K5,K6 故意讓他們在什麼之間呢? 在0跟1之間跑 在0跟1之間跑 這樣子 好,那剩下呢 0跟1之間的數呢 就是一直-0,-1,-2,-3,-4 -1,-4,-5 這樣子 欸 是不是應該要這個 畫一個數字來給你看 就是說 你看喔 我講K好了,好不好 K 如果K這個時候是0 K這時候是0 那這時候是0 那所以K1這時候就是 K1 K1這時候就是0 對不對 那其他呢 其他你看喔 其他 K小於等於0 欸,K小於等於0 那一樣啊 K2這時候還是0 對 K2這時候 欸,我應該畫一個表 知道嗎 K2這時候 一直到 K6 這個時候 還是0 那K現在如果等於 好比說 0.7 假設啦 0.7 K如果等於0.7 那這時候 K1要等於多少呢 欸 來同學想一下 K如果等於0.7 那時候 K1 這時候 就是0.7 這樣 那K2 等於多少呢 K2 這時候是0 對不對 一直到 好 K6 這時候是0 這樣子 如果K等於1 的時候呢 那之後 K1 要等於1 K大也等於1 K要等於1 這樣 那 K等於1 的時候呢 這時候 K2呢 還是0 K2還是0 其他 還是0 那如果一直往上加 K等於1 1.2 的時候 那這時候 K等於1.2 這時候 K1 就一直維持1 因為大也等於1 K1就是1 可是K2呢 1.2的時候呢 你看 小1.1的時候 K2等於0 大也等於2 K2等於1 其他就是 減1 所以這1.2 減1就是0.2 這樣子 這樣 懂的意思嗎 至於K3呢 K3這時候還是0 這樣 所以同學 你這個想一下 好不好 這個想一下 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表 大概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弄這樣呢 所以我等一下 就要讓K有沒有 從0 1 2 3 4 一直到 K從0到12 每一個整數之間呢 這個K1會跑 從0到1之間 K1會跑 0到1 從1到2之間呢 K2會跑0到1 從2到3之間呢 K3會跑0到1 這件事 欸這個 以後會常常用到這個方法 這是一個數學方法 還有等一下你 輸入小燕 這邊有兩個括號 有沒有 這括號你要對稱 很多人每次都一直 老師為什麼錯了 你括號沒有對稱嘛 對不對 這括號沒有對稱 好我現在開始來輸囉 好不好 好你看喔 K1 我就開始來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OK 好現在開始來複製 嗯 Ctrl V 這樣 我現在調整我的那個 鍵盤 Ctrl V Ctrl C 對不起 Ctrl C 然後呢 我現在開始 去複製到那個 我的GGB當中 下面這個指令 有沒有 下面這個指令 好複製貼上 Ctrl V 好貼上 好所以K1就貼上了 這樣了解嗎 OK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 K2 K2來 這個Ctrl C 好然後呢 我把它叫出來 好你看下面喔 在下面 好我貼上 好貼到這個下面 好你看 Enter 好OK 好再下一個 好選 K3 K3 Ctrl C 好 好再選 好 在下面這個 Ctrl V 好 K3 就出來了 K4 好OK 好就是做苦工啦 好OK 只是說 你要小心 好很多人會錯 好 好 那我下面這個 貼上Ctrl V 好 Ctrl V就貼上 OK好 在下一個 K5 好那貼到這個下面了 OK我貼好了 好 K6 哇 真的很辛苦了 好 Ctrl C 好 好這個 貼上 好來你看我現在貼好的狀態 你看喔 開始你看我現在跑 K 我把它放大一點好不好 K按右鍵屬性 我放大一點讓你這個 看得到好了 好不好 右鍵屬性我讓它這個 呃 這個 樣式 大 欸 這個樣式 欸 它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選大一點點 欸 在哪裡 呃 欸 這裡這裡 寬 寬 線的寬度 讓它變成400好了 Enter 你看 它加一倍 好 關掉 好OK 開始囉 現在這個移動喔 這個一定要按移動 不然你會按錯 好 K是0的時候 你注意看這個右邊的 K是0 它都是0對不對 K 當它是0點 有沒有 0.96 你看 K是0.96 可是當它是1的時候 有沒有 1的時候 欸 我剛剛把它弄個1好了 好 1的時候呢 這時候 K1呢 就是 就是1 K2 就0點 開始就0.0 你看 它就一直跑 有沒有發現 數字接力賽 有沒有發現這樣 你看 好 那同學 那你就把它完成 從K1到K6的這個輸入囉